穿黑色上衣的女子 指著對方激動飆罵 發現有人錄影一掌打過來 手機摔在地上 畫面一陣搖晃 女子越講越生氣 一旁男童怕媽媽和對方打起來 上前隔開雙方 但究竟是什麼原因 讓鄰居間吵成這樣 有人等於說 沒有交管理費 因為管理費交款問題 雙方見面就是衝突 三年沒交錢 幾千三萬多元被鎖卡 讓盧小姐連自家車庫都進不去 要回家還不能打電梯 要做一個六七萬塊的東西 連收據都沒有 你願意繳這個管理費嗎 那法院有判決管委會這樣的執行 是合法的勞金才能再給他回覆 雙方各說各話 甚至鬧上警局 但對管委會有疑慮的住戶 不只這一位 這些錢我都不管了啦 我都繳了 繳了這一張 你是不是要叫人家把我削掉 三年前新北市三峽 自動社區成立管委會 但遭住戶控訴帳目不清 每個月交一堆錢 就像石沉大海 看不到任何建設 現在雙方各執一詞 達不成和解 只能訴諸法律 對不公堂 記者新北市綜合報導